经济部10号晚上再度开会讨论新版的油价公式 但是经济部长张家柱说 今天会先整合各个建议方案 统一成一个新油价公式版本 所以今天还不会定案 经济部10号召开第九次台电集中油经营改善小组会议 邀请学子专家共同与会讨论新版油价公式 而台中院10号也提案建议进行意见交换 是原来两个研究单位做了研究 那么最后整合成一个研究 所以今天台中院来跟委员提报 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经济部长张家柱今年2月上任后 指示检讨油价公式 委托台湾经济研究院 台湾综合研究院提出修改建议 并召开7场公厅会 历经数月讨论后 目前的新油价公式 除了改变国际原油价格计价比例 还将中油的购油费用及营业费用分开计算 购油费用直接反映国际油价 而营业费用则会成立第三公正检讨小组监督 比起以往的机制 油价涨跌幅将会更贴近国际油价 新的油价公式一旦确定 最快8月就会开始实行 油价到底会不会更合理 民众都很关心 油价TV罗正辉台北报道